欢迎来啊 感谢神的恩典 小孩子必须 必须放在教会里 得到保护培养 这是现实问题 小孩子很容易受欺骗 所以 所以你们有小孩子要小心啊 你看 那个环境很重要 特别是他开始 看见人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如果你这个时候啊 他看见人家去做坏事 偷东西他也笑过照着去做的 他不知道他是偷东西 明白 看见你今天就走进去 他也跟着你今天走进去了 明白 你知道吗 你知道小孩子会这样吗 你试试啊 这个我不要试啊 如果你带这个小孩子偷偷的 撬门 走到里面去偷 空间拿出来 他也跟着你敲门 然后拿东西冲出来 他也跟着你做的 是不是啊 你做好的给他看 他就跟着你做 做坏的给他看 他也跟着你做 所以小孩子需要保护啊 所以这个很小心 所以小孩子必须放在教里面 得到保护培养 感谢上来恩典 凡是在我传道的地方 任何异端有人搞的 我一辈子感谢上来恩典 没有失败过一次 可能将来有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直到现在 如果他们肯告诉我 他们肯告诉我 给我机会 这个教会有人要拉我去啦 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基督教 有什么东西 他肯告诉我 我就找那个人 直接到他家里去找他 坐下来谈 你说我们这里有什么 你怎么会和服圣经 然后你搞你的 你怎么会和服圣经 我不是圣经 圣经做裁判 不是你裁判 我裁判 圣经 好啦 你那个叫什么名字 名字他就搞不掉了 我就把它搞掉了 所以全世界 没有人能够搞的 感谢神的恩典 小孩子要得到培养 要得到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 主将刚刚得救的人 放在基督教会里面 他必须是基督教会里面 始终新加二加四十七点 我都是圣经告 超清楚来 给你知道 主将得救的人 放在教会里面 两千年前 只有一个教会 都是基督的教会 罗马书十六章十六点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 假上 十度 或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了 纯净的人 灵乱 看见了 就是圣经的真理 他英文经过 等一下告诉你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乃一样 叫你们可因此 在救恩里成长 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译 但要这样翻译才能 才可以 才准确 因此 因为你爱慕灵乃 然后呢 在救恩里面成长 他英文就清楚了 pure spiritual milk 属灵的灵乃 pure 就是纯真的 圣经正确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 刚才我们说的 小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圣经你一句 他就一句 两句他就两句 如果你照着圣经做 他也照着圣经跟着你做 那这是最好的 他经过训练 而且这里有个字 quave quave 就是非常渴望 非常渴望 纯正的 纯净的 就是真的圣经真理 然后因为在圣经真理 他就能够grow up grow up 成长 长大 在什么地方 救恩里面 我们还必须要在救恩里面长大 好像 我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跟现在讲大 有很多互相同 因为现在讲大 我知道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也挤净净的借下去 所以这是圣经的真理非常要求 主耶稣也为门主祷告我 我不求 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护他们 脱离那窝者 世界上有神要拯救人的灵魂 也有魔鬼撒旦 也要吞噬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必须 连耶稣为门徒祷告 祷告求他的天父 求天父 保护这些门徒 这些吸引耶稣的人 能够脱离那个恶者 小孩子必须长大成人 所以非常要求 你必须像小孩子 小孩子需要保护 所以小孩子是生在父母家庭里面 教我 所以信耶稣人也要在教会长大 这是上帝的设计 而且小孩子必须长大成人 不能够一辈子 靠着父母生活 必须长大成人 信耶稣的人也是 他必须长大成人 就能够自己肚立 好像我现在全世界 任何人要跟我辨 身体拿出来 可以随便 你将来有一天 你也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任何人 能够讲不同的信息 我就能够告诉他 圣经里面 真理的意思是什么样 才对 所以小孩子必须长大 这里很重要 这是以赴首书第四章十一解 以赴首书四章十一解 他所示的有使徒 先知传福音的 牧师教师 我要解释一下 为要成传圣徒 过去其志 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的意思 只等到我们众人 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一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众人就是基督的身体 他讲 这个我们众人 就是基督的身体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众人 必须得到建立 还有 这里有使徒 有先知 现在呢 两千年前 有使徒 有先知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呢 这个就不是小孩子了 这个你不能教徒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使徒呢 是耶稣有设立十二个使徒 使徒有特别的权品 他有圣灵的洗 他不需要读圣经 也理解圣经 OK 这是使徒的特点 是神特别给他有智慧 好像使徒彼得 他不需要上学 也没有受过教育 但是呢 他能够写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他能够使徒行证 第二章 基督教会开过典礼的时候 他讲一篇 没有错误的道 这是使徒的本事 使徒特有的权命 还有先知 现在我们有圣经了 所以我们是照着圣经 先知就是神告诉他 然后告诉我们 这是几乎两千年前 以前的事 神告诉他 然后他告诉我们 这个叫做先知了 因为他先我们而知 神告诉他 他来告诉我们 所以这是先知 现在呢 传福音是第一步了 传福音 如果你拿到我的名片呢 我的名片就是这个 传福音的 还有 牧师呢 其实 圣经里面 没有牧师这个字 这两个字的 因为他们一百多年前 他们翻译的时候 因为我们教会的人呢 要尊师众道 那传道的人 封牧师 是因为他们有学问 有教义 所以有学问 有教义 他就冠上一个师字上去 本来是牧羊人 牧羊人 我看这是牧羊人 还有教师 就是现在我们圣经班教书 等个言之 总而言之呢 现在我的责任 就是这个 传福音的 过去旗帜 就是这些 圣经有这些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 我们这些众人 参加教会 那些信徒 这些信徒 就是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基督的教会 OK 他们必须在教里面长大 好了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蛮有基督的身量 他们说 of the planet of the sun 就认识神的真理 直到好像耶稣那样 要长大成人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刚才说 我们必须做小孩子 现在又说 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要想清楚啊 这不是矛盾 刚才说 你要像小孩子 才能够进神的果 就是说 你对神的真理 必须呢 纯正 必须呢 圣经讲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好像刚才 我不是也解释了 圣经里面说 两千年前 教里面有先知 教里面有使徒 那么你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没有人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人呢 这个 圆灵多前书十三章 那里告诉我们 因为这些使徒 这些先知 是没有圣经的时候 如果圣经没有的时候 你必须有先知 必须有使徒 好像两千年前 我再敢把它解释 免得等一下 有人又会搞这个 矛盾哈 好像两千年前 基督教会 建立的时候 就一般义官出来的 这是使徒新传十五章 使徒保罗传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这一般义官出来传 信而受洗不够 加上守摩西律法 加上受够礼 OK 当时呢 还没有 信用圣经 信用圣经 那二十七本书 还没有写出来 还没有收集好 所以当时呢 他们总要决定 现在有两个讨论出来 两个道理了 一个道理是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耶稣在马可 马可十六 后来就马可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照顾了 耶稣说的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但是这一般人出来说 不对 信而受洗还要加上 个礼 加上守摩西律法 变成四样了 使徒保罗说 信而受洗两样 那么这一般人说 要加上两样 信而受洗 加上受个礼 加上守摩西律法 那么这一道呢 谁决定 谁决定呢 现在我们查圣经 现在我们是 OK 大家有不同意见 坐下来查圣经 圣经究竟怎么说 当时呢 他要在耶稣 找这些使徒 找这些先知 使徒 长老 一起讨论 所以现在有一般人 也搞错了 他说我们教会 如果有什么意见 我们需要全世界 招那些有学问的人 在耶稣上的开会 来决定 就好像当日那样 搞错 今天如果我们教会 有什么意见不相同 打开圣经来读 打开圣经来读就行了 照圣经里面讲的 现在是打开圣经来读 还有没有信过圣经的时候呢 他们要去耶稣上 找彼得原本的使徒 还有当时的长老先知 一起讨论 然后他们做决定 OK 所以 所以这本就是有那么不同 那我们怎么知道 《国灵多》前书十三章 最后那里 那一章圣经里面 就告诉我们 所以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了 就是在认识真理上面 在信耶稣这方面 我们不能够一直做这 像小孩子 凡是看见人做的 我们也去做 人家去偷东西 我们也跟做他去偷东西 那就不行了 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好的 耶稣讲的是 纯正的道理 你要照做 然后你要长大 要认识 什么 慢慢的就要认识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 你不能够 一直都做小孩子 因为这个世界上 重要的人的诡计 欺骗的法属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 来这个 这个一讲 好像 上个礼拜 我们的讨论的时候 突然间我醒起 二十多三十年前 有个 有一位先生 来到这边 非常浅浅 要去信耶稣 所以我也很高兴 看见这个人很追求 我就跟他读圣经 读读读读读 读了以后呢 我说 蛤 你的受洗 还没有造成经过 他说 蛤 我去这个教会 他教我受洗 我去他奶奶受洗了 他不行了 然后我去那个教会 他也教我受洗 我也受洗了 也不行了 那我去那个教会 他教我受洗 我也受洗了 他去一个教会受洗 他那个教会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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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到这里 你还要我受洗 他说不要我 不要了 这个世界面的阵案 每一个教会都要他受洗 要他受洗 要他受洗 可是后来他会不来